稍後我就是把在樓上的錶的運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現在呢我們今天跟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紅色山館呢 主天師吩咐我們的那個主天呢 就是三軸 我們到達的遲早虛擬皇帝 謝謝皇帝呢我們在送主天師的報告的時候 我們都很清楚 當然啦 不管啦 頭上說什麼都 像我王貝有頂就當初 希望皇帝酒品的特殊 所以我皇帝 主天師吩咐遲早 四千五十八多年前 兩千七千多年前 他跟這個廣城集 曼國廣城集問到廣城集 已經熱到已經成了的 還有我們太山老君 所以這個就是三祖的那個大殿 所以我們就是一末相成 從廣城老君到漢橋呢 天師呢 以後每一個僑代 已經發展到不同的 到達的不同的文派 當然也有這個 也是同期 同時間的漢橋也有這個毛生 也有這個領土 也有這個後來的 也有這個全真 也有後來在這個龍門很多很多 所以道教就是多門的宗教 但是從我們的道教 創造的道教就是 東漢時代發祖天師 這個已經是一千九八十十八年了 一千九八十十八年 就是祖天師 他出生到現場的兩份 接下來我們也很想從一個小小的地方 介紹各位 我們不單止有供奉上主 也有供奉徐人呂祖祖師 我們也有拜呂祖師的經典 齊漢真人觀音菩薩 在道教我們聽出就是齊漢真人 佛教都是觀音菩薩 所以也是有供奉的 在這一邊 欲望帶地 王母還有天后娘娘 所以天師店一定是有待欲望的 對不對 還有就是旁邊呢 大家現在說的就是拜凡斗公 拜凡斗公呢 我們就是地方不帶 但是好像每一件事情都直接通常 是不是 因為每一年我們也要拜太歲的 拜太歲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去做客運 在客運裡面呢 我們就已經整大概八個小時的客運 跟很多不同的訊息 還有弟子 他們我們跟他拜太歲 不單止是送經 也就是在花福 在客運上面跟他們下載 所以呢就是 在那個獨母 我們也送那個五斗經 五斗經 所以五斗經當中呢 我們如果開的時候 一個平均一個月就有一次 所以就是這個 其他的拜太歲的經文 做的是什麼事情 好像我們剛剛就是在 四月二十四號 就是開了一個大法規 在建議 大概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一起出境 一百多人 有部分的不是一定是弟子的 雖然我們也要給他一個機會 但是他們坐在旁邊 跟我們哪一天做的 好幾天的法式 都是祈福的法式 因爲法式過得不同 所以兩三人 我們都要有安排做的 好